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看到榮耀的Magic 4 Pro 一個港行機已經推出了 我見很多網媒、科技媒體都有報導 有評測的 我自己未有機會拿一部機可以獨立試 但我也有在街上試試試看 試完試試看後 我發現 其他評測都沒有特別測給大家看 於是我就測給大家看 我大概會用六至七張照片 告訴大家HONOR的Magic 4 Pro 它的優勢在哪裏 很多人會直接找其他相片來比較其他相片 但我覺得這個完全突出不到 HONOR Magic 4 Pro的優點 怎樣才能突出呢 現在就看看這張照片 用Magic 4 Pro來拍攝 看看EXIF的數據 焦距是29毫米 而下一張是25毫米 其實是29毫米 剛剛是1X主鏡頭的焦距 而這個25毫米 就是剛剛Zoom Out 即是再廣角一點 用了Ultra Wide Angle來拍攝 即是0.9X 為何我要拍攝這兩張照片 就是關乎這部MATIC 4 Pro的主要功能 原來它會調用兩個不同的鏡頭來做成像 譬如29毫米 就是1X鏡 完整拍攝這張照片 沒有問題 但如果太廣角一點 它又會用Ultra Wide Angle 其實Ultra Wide Angle 本身是更廣角的 只不過是硬拉大 做過0.9X而已 一般的手機在這個0.9X之下 畫質明顯下降了 但這個Honor的Magic 4 Pro 我們放大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不到 上面的字 你看到是很清晰的 效果就像用1X鏡來拍攝 但其實是Ultra Wide 拉到最大 品質最差的狀態 我們看看1X鏡是怎樣 1X鏡是這樣的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字很清晰 去到0.9X 那些字都一樣 那麼清晰 這個就是Honor Magic 4 Pro的最大優點 就是你無論搭正它的焦段 例如那些1X 3.5X 那些固然清晰 但原來它在最不清晰的地方 都會調用其他鏡頭來增強畫質 所以0.9X這些最模糊的位置 都變得很清晰 當然就不是完美的 它會在邊位的畫質都會下降 例如這裏 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位置在這裏 去到最右邊 最邊位 你看到那些位置消失了 它是蒙了 由於始終 1X鏡影的範圍是有限 0.9X 即是邊位再闊 那些位置 就沒有主鏡頭幫手成像 即是用Ultra Wide的品質 拉大 所以你看到邊位 就會略為蒙了些 另外看多兩張 就是用這個3.5倍鏡 以及用這個3.4倍 即是用1X隔眼 拉到3.4倍 97毫米 和92毫米 97毫米就是3.5倍鏡 應該是很清晰的 大家看看 隔線牌看到3999 是很清晰的 而隔眼 即是用3.4倍 即是用1X鏡 拉大 那個 我們又放大看看 你會發現 這個3999 是很清晰的 即是 這個品質 就好像 跟剛才 用3.5倍鏡 直接影 那麼清晰 就不會出現 隔眼拉到3.4倍 很蒙的 是沒有的 當然 哪位 你看到 空氣清新機 例如 現在你看到 空氣清新機 上面的 是很蒙的 因為 真的 1X鏡 拉到3.4x 做成像 那邊位 就 3.5倍鏡 蓋不到 那邊位 應該就是這麼蒙的 但是 中間 搭了 3.5倍的鏡 尼掃成像 你看到 超清的 而另一邊 也是一樣 過了 看看 這裡 大家可以看多次 是 3.5倍鏡 是 你看到 字很清 這個邊位 即是3.4x 價錢都更清 但一到下面 那些 文字位 立即蒙了 因為 3.5倍鏡 的 資料 蓋不到 邊位 所以是蒙 但是 中間 它動用了 3.5倍鏡 令到整件事 清 當然 還有些位 會有瑕疵 就是這條柱 黑色的柱 旁邊 你會見到 柱旁邊 是蒙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兩個鏡頭 擺位 是有不同的 即是1x鏡 和3.5x鏡 擺位 有不同 那條柱 放在這裡 其實 是會遮住了 某些位 所以你會見到 為何柱旁邊 蒙了 因為剛剛3.5x鏡 的資料 剛好被柱遮住 沒有資料之下 就蒙了 旁邊 剛剛遮不到 又清 這個 你只看這個位 已經知道 原來有 輔助之下 和沒有輔助之下 的分別 差很遠 當然 另一邊 你會見到類似的東西 互相 互相 兩邊都有遮住 但沒有遮住的位置 就是很清 最後 再試一張給大家看 這張 用華為的 MAX2 來拍 也是拍同一樣 22mm 和23mm 23mm 又是1x鏡 22mm 轉了Ultra-Y 這個不是1x 其實 MAX2是0.8x 但正在用主鏡 這個正在用Ultra-Y 放大看看 主鏡頭的品質 是很清 如果用Ultra-Y 拉到接近1x 但又剛好未去到1x 那些字 尤其是 產品長程 那幾個字 是蒙的 QR-Code 也是蒙的 如果用主鏡 大家可以看看 QR-Code 是清的 產品長程 四個字都是很清的 這是一個比較 這個 MAX2 沒有調動到兩支鏡 一起成像 所以 在這些位置 未去到 主鏡頭 又用Ultra-Y 拉到最大的一刻 成像會差一點 現在 試了給大家看 HONOR MAGIC 4 PRO 它的耍加本領 也就是說 基本上 由Ultra-Y 開始 一路去到3.5x 或者再多一點 成像都很好 當然 跟其他攝影機拍賣 在鏡頭的焦距 未必贏 但在中間的焦距 MAGIC 4 PRO 就贏了很多 分享來到這裡 大家密切留意之後 開箱 評測 下次再見 拜拜